一下明白的人是有不多 像祖师大德 他们一下就明白了 会口 几句话他就明白了 他这一明白的现象是什么 他就明白就放下了 我们今天天津明白了 就没有放下 那个明白不是真明白 是假的 不是真明白 真明白 真地就放下了 那什么时候才真明白呢 常识寻休 这是我们就是在慧能大使的会下 我们都看到 他底下真正明白过来的时候 43个 真是不得了 43个人当中 游的人是很快 几个月 两三年就开悟 游的二三十年 那不是那么简单的 游的二三十年 耿着 能大使 天天天听他讲经说法 依照他的指导去修行 二三十年 就不错了 二三十年他就成佛了 所以很值得我们尊敬 那么到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讲的再清楚 再明白 能不能开悟 这话不是我说的 黄念族老秀司跟我讲的 黄老秀司参国禅 根诗云老和尚 他学禅的老师是徐老和尚 他学秘 秘宗的老师供歌上司 这个都是很有声望的 很有成就的 早年我回国来的时候 就是去看他 我们在美国 接地人 但是在美国没有见过面 知道这个讯息 所以我就 到北京去探望他 他就告诉我 现在在这个时代 缠没有了 密也没有了 残缠不会开悟了 大概在现在这个时代 得禅定的 都没有了 学密也不能成就了 他举了历史 我们不见证明了